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护港股市总结 我是曾珍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各股市的收盘情况 港股方面受港汇急跌及香港利空事件打击 港股今早低开恐慌性极限 今早低开278点 开盘后稍稍横盘后快速下了货 随后缓慢收窄跌幅 截至收盘 横指报23,229.21点 下跌449.2点 国际指数报10,439.03点 下跌145.26点 下面来看一下今天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跌1块4毛5 中国移动跌1毛5 建设银行跌1毛1 工商银行跌7分 中国银行跌5分 港交所跌5块6 中国人寿跌1毛5 友邦保险跌1块05分 腾讯控股跌9毛 金沙中国跌9毛5 长江实业跌5块 新鸿基地产跌4块3 九龙仓跌2块1毛5 中国海外跌4毛 华润质地跌3毛 中海油跌3毛2 中石油跌2毛2 中石化跌1毛4 昆仑能源跌2毛6 中国神华升5分 好了 关注完港股方面 让我们把目光转到内地市场 早盘护生两市双双高开 在券商股的带领下 大盘小富上行 护纸冲击年内新高 随后股指出现回落 但护纸始终保持红盘持续运行 生成纸一度翻绿 盘面上看 权重板块总体稳定下稍有分化 券商农业板块领涨 军工板块强势 午后两市维持窄幅震荡态势 下午2点左右 出现跳水 保险 银行等权重低迷拖累大盘 两市双双翻绿 临近尾盘再度拉升 煤炭股崛起护盘 护纸5连涨 好了 一起来看一下A股的情况 截至收盘 护纸爆2357.71点 上涨0.43% 成交1711亿元 生成纸爆8082.85点 上涨9.96点 成交为2033亿元 沪深300指 报2447.8点 涨10.6点 创业板 报1526.17点 涨幅为0.98% 成交为411亿元 下面来看一下H股对A股的折让情况 排在前五位的是 浙江市保折让69% 山东墨龙折让66% 洛阳玻璃股份折让58% 东北电器折让57% 金卫纺织机械折让56% 再来看一下H股对A股的五大溢价 万科企业溢价18% 安徽海螺水泥溢价15% 中国平安溢价13% 中国太保溢价13% 青岛啤酒股份溢价12%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护港两地的股市总结 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护港两地的重要财经资讯 联想集团今日宣布 已经完成收购IBM x86服务器业务的 所有相关监管规定 预期收购将于今年10月1日完成 本次收购总金额约21亿美元 目前 x86服务器全球市场总规模约421亿美元 联想预计收购后将成为全球x86服务器第三大厂商 据联想集团方面透露 此次收购总金额约21亿美元 其中约18亿美元将在交易完成当日以现金支付 余额约2.8亿美元则以联想股票支付 根据2014年9月26日联想股票的收市价来计算 联想方面表示 此项交易符合所有监管规定 以及交易完成所需的所有通用条款 和惯例 包括已经获得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 欧盟以及中国商务部的批准 中银间宣布批准两家私营银行企业成立 分别是浙江省杭州市筹建浙江网商银行 以及上海华瑞银行 公告显示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 将认购浙江网商银行30%的股份 上海复兴工业技术发展公司将认购25%的股份 另外一家上海华瑞银行将由上海军瑶集团筹建 并获准认购这家新银行30%的股份 上海军瑶集团持有吉祥航空的控股权 中银坚称这两家新成立的银行 有6个月的时间完成筹建工作 好了以上就是由要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 护港股市总结 谢谢观看我们明天再见